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免不了会出现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情景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 就是在康熙时期的九个儿子互相残杀 兄弟反目的场景了 虽然每个人都不想看到这种情景 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每个人还是大打出手 那么在经过这次斗争之后 这几个儿子的命运都是怎么样的呢 康熙皇帝的一辈子 共有35个儿子 20个女儿 但是只有24个儿子 8个女儿活到了成年 24个儿子中有9个参与了皇位的争夺 而这9个儿子又形成了五大党派 分别是太子党 大千岁党 三野党 八野党和四野党 其中八野党势力是最强的 但最后却是四野党胜出了 在康熙皇帝之后 四阿格应征继承了皇位 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不同党派里的各位皇子 以及他们代表的各种利益和各种后果 雍正继位后 为了巩固皇权 他对曾经参与夺敌的皇子们都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其中有以八野党被打击得最为残酷 雍正为何会如此针对八野党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康熙的儿子们夺敌之战 由于康熙很重视皇子们的文质武功 皇子们也为了能够得到康熙更多的疼爱 也都争先恐后地学习满蒙汉文和骑舍 因此等他们长大后 不仅都能文能武 还很有才干 可以说康熙作为父亲 能教育出优秀的皇子 他自己是感到比较骄傲的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就算皇帝也逃不脱这个魔咒 本来康熙早早就立下了太子应人为处 但到了康熙晚年 一是康熙身体非常硬朗 看上去真的好像还能再活五百年 二是成年皇子都得到了康熙的栽培 并且都被唯以正式和权利 这让做了三十多年太子的应人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深知他文不如三阿格硬直 五不如十四阿格硬提 而八阿格硬四不仅文武双全还贤名在外 这几个阿格都深得康熙喜爱 特别是印刺 不仅自由就凭着绘毒闪射 很得康熙宠爱 在康熙给成年皇子们分绝的时候 他还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种种的因素让应人按耐不住了 最终做出许多悖逆的事 被康熙以暴力不仁 资刑垂踏诸王贝勒大臣的罪名 废掉了他的太子之位 并一举扫除了以太子为首的太子党势力 然而康熙却没有想到 他的行为竟引发了清朝历史上 最为严重的夺敌之争 在这场残酷的夺敌之争中 成年皇子都卷进了这场风波 他们由于势力不一 又形成了以大阿格硬提为首的大野党 三阿格硬直为首的三野党 四阿格硬真为首的四野党 和八阿格硬四为首的八野党 这其中又以印四的势力最为强大 比起其他竞争对手 印四的确占尽了天时地利 康熙一直很喜爱他 且对他很信任 一些重要的政务都交托给了他 印四又是阿格中最亲切随和的一个 不论是朝中大臣还是民间大儒 他都颇为礼带 因此他在朝野中的口碑都很好 很多人甚至称他为八贤王 兄公帝爱 印四在黄兄弟中也有很好的人员 其中九阿格硬唐十阿格硬额 及十四阿格硬提更是他的小迷地 所以在夺敌之争中 印四是众人最为看好的一只前利骨 既然是前利骨 朝中大臣为以后的政治前途着想 也会主动占到印四这一派来 而印唐、印额及印提更是巴野党的中间力量 他们不仅出钱出力 还四处为印四拉票 甚至在康熙训斥印四 忘续大致时 他们还挺身而出力抱印四 结果挨了狠狠的一顿打 可见对于雍正来说 作为对手的印四最为可恨 但如爪牙一般的印唐、印额及印提 也让他大为不满 所以在雍正即位后 印唐和印提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 但是印额却幸免于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雍正对印唐处理得最为严厉 不仅被开除踪迹 改名为赛斯黑 还以三条铁锁求于浴室 折磨至死 可见雍正对印唐全无兄弟之情 印唐有毒蛇老九的外号 他心思狠毒 声誉不佳 文武也不出众 但是他经商很有一套 印唐明知自己夺敌没有胜算 所以他极力支持印四 不仅是印四的钱袋子 还是印四的军师 在夺敌的过程中 给印四出过不少损招 正因如此 雍正对他最为讨厌 所以才给他改名赛斯黑 印提也让雍正非常不满 说起来印提是雍正的亲弟弟 但印提和雍正却不亲近 以至在夺敌的时候 他站到了印四的一边 这让雍正很不高兴 特别是他继位后 印提从千里之外的青海赶回宫中 却当着众人的面不肯拜雍正 还是印四劝说 他才硬着头皮鬼拜雍正 此外在康熙明确剥夺印四的即位资格后 印提便也参与了夺敌 印提不仅得康熙封赏最多 还被委认为辅远大将军 在当时 大家认为印提很有可能 是康熙重点培养的接班对象 因为清朝历来讲文质也讲武功 外出征战取得功勋 这自然很有说服力 正因为这些原因 导致雍正登基之后 出乎大家意料 才会让众人说他得位不正 才会说他势负夺位 因此 雍正对印提心存记恨 特别是孝公人皇后去世以后 他便把印提囚禁起来 直到乾隆即位后 印提才恢复了自由 印娥虽然也受到了雍正的打压 但是他只是被圈禁了起来 承戒显然要比九阿格和十四阿格亲得多 难道雍正不恨印娥吗 当然恨 只是印娥的出身让雍正有了顾虑 原来印娥的母家在朝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且位高权重 印娥的外祖父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的厄臂龙 生母是温惜贵妃 扭呼噜士 姨母是孝赵人皇后 可以说在诸皇子中 印娥的地位是仅次于印人的 所以本就皇权不稳的雍正不能轻易动他 因为动他不光会惹到他背后的庞大家族 还会留下不仁厚的罪名 再加上印娥由于出身贵重 从小就骄纵任性 长大后更是跋扈骄纵 不学无术 因此印娥在八野党中顶多算个硬生虫 不具备支持印刺的能力 正因如此 雍正深知 除掉了印刺和印提 印娥根本就不能构成皇权的威胁 所以只夺绝圈禁算是开恩 以彰显他的宅心仁厚 然而雍正打击并未因此而终止 据《适宗实录》记载 雍正还将仇恨延续到了这些皇兄弟的下一代身上 像洪盛、洪旺、洪明等人不是被夺绝就是被圈禁 尤其是印娥唯一的嫡子洪宣 更是被夹号于十二个府前 这样折磨了三年才去世 由此可见雍正并没有放过印娥 不管这些皇子最后结局如何 这都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都应该对过去有一个真实的评价 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朝代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当时的皇家争夺的惨烈 但是我们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 这九个皇子都是自己的孩子 看到他们之间相互争夺 或许心里也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 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情收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好君主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